她是大罪侠中张不清之妹 五一高强的金燕子 是唐伯呼点秋香中为暴打 做主将秋香许配给唐伯虎的花妇人 是卧虎藏龙中武功阴毒诡异 但在李穆白的中门剑法之下 却不堪一击的闭眼狐狸 是阳门女将中百岁挂帅 帅领阳门女将共同抗金的舍太君 她就是本期往事回忆录的主人公 武侠影后郑佩佩 2024年 78岁的演人郑佩佩离开了人世 公司和子女发布的复文中写道 近年来她身体抱让 选择不把消息公开 一来是努力处理自己的病情 也希望把光阴留给跟嫁人共处 从大罪侠里的金燕子 到唐伯呼点秋香里的花夫人 再到卧虎长龙里的碧眼湖里 在这三个角色间 郑佩佩经历了人生路上的过山车 一举成名 吸引退影 离婚窘迫 东山再起 如果我们回望她演一生涯的60年 你会发现 英气勃发的郑佩佩 成也侠女 亏也侠女 不变的是侠女的梗子与坚强 1946年 郑佩佩生于上海的弄堂里 母亲是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广东闺秀 父亲是开末水场的富商 作为家中的第一个孩子 她拥有一个公主般的童年 直到六岁那年 父亲因政治问题入狱 自此 郑佩佩的人生里 再也没有见过父亲 人生中一半的欢笑时光 水之流逝 无奈 石子不沾扬春水的母亲 水集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 为了养活孩子们 她同时兼济分工 作为大姐的郑佩佩 从此担任了母亲般的角色 那时最小的妹妹才刚满月 郑佩佩常常背上背一个 怀里抱一个 手里还要另一个 身上挂着三个小人 五六岁的她 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过马路 一条宅宅的马路在她看来像是一眼梦不到头 后来 被问到童年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她回答说是照顾三个弟弟妹妹 独自留守在上海的岁月 也让她记忆深刻 妈妈带着三个弟妹前往香港投奔舅舅 郑佩佩暂时被留在上海 这段经历 让她从小养成了独立坚强的性格 小小年纪 就敢独自一人坐火车去北京 到15岁时 母亲才把她接到香港生活 一家人才得以谈拒 到了香港 郑佩佩产生了新的烦恼 那就是语言不通 她讲上海话别人听不懂 讲国语也没几个人有反应 而别的同学讲粤语 她又像听天书 这令她倍感沮丧 因为无法与同龄人正常沟通 在这样的情况下 郑佩佩只能加紧练习粤语 但同时一听到有人讲国语 她就高兴得不得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在南国剧团看演出 发现剧团有国语演出 顿时觉得倍感亲切 不惜辜负了 舅舅让她继承纺织厂的厚望 决定考进南国实验剧团 对郑佩佩来说 命运始终掌握在她自己手里 无论选择对错 都无权后悔 这是郑佩佩第一次 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 幸运的是 这个决定让她找到了方向 风华正茂的郑佩 既有江南女子的娇柔 又带着生活造就的鹦鹉直气 再加上一米七有余的高挑身材 很快受到团理赏识 又恰好当时的邵斯电影公司 很想打造出一位此类型的女明星 因此就把目光投放到了 年仅17岁的郑佩佩身上 就这样 她胜利地与邵斯签下了戏约 当即便在电影《宝莲登》剧组 以女扮男装的形式 反穿了男主角刘彦昌一角 男装造型清新俊逸 竟比在《新白娘子传奇》中 反穿许仙的夜童 更加清秀几分 所以电影上映后 她的荧幕首秀 不仅得到观众的认可 而且也引起了 著名导演胡金圈的注意 有心想将她打造成一位女打星 前面我们说了 郑佩佩做事非常认真 她成为电影演员后 很快就领悟出演技师第一位的 所以她在这方面苦下功夫 1964年 当她在电影《情人时》中 出演《丘质易绝》时 她一懂得通过准确的演绎 来刻画人物的性格 和丰富的内心 所以她凭借这个角色 成为了第一位获得 国际独立制片人 协会金武师奖的亚洲女演人 这令她声明确起 同时胡金圈也加紧 对这位粗粗茅庐 但极具前置的女演人进行训练 郑佩佩虽然从小就学跳舞 但练习武术对她来说还很陌生 可为了达到导演的要求 她刻苦练习 身上经常清一块纸一块的 但她不怕 她的身上 有一种特别的韧镜和毅力 我觉得这才是她日后成为明星的最重要的原因 1966年 郑佩佩在胡金圈指导的武侠电影《大罪侠》中 出演了女主角金燕子一角 这部影片不仅被尊为新派武侠电影的奠基之作 更引领了一个武侠片的新机缘 郑佩佩在片中的精湛演技 与侠女形象深入人心 从而吻估了她武侠经典角色的崇高地位 在此之前 荧幕上的大侠通常是鹦鹉不凡的男星 突然出来一位英姿煞爽的女侠 不禁令大家眼前一亮 尤其是郑佩佩女霸男装的造型 潇洒而俊美 不知亮瞎了多少人的眼睛 而且她在影片中的一照仪式 也是那么干脆利落 出手伶俐 更加令人对她的专业度感到惊叹 这自然她埋头苦练的结果 香港演员很讲究人设的打造 每个演员都具有强烈的辨识度 而电影《大罪侠》上映后 郑佩佩的人设 刷是立住了 而且她具有强烈的辨识度 那就是拥有美丽容貌 和矫尖身姿的女侠客 此后 金燕子 玉罗叉 钟馗娘子等的出炉 都使得郑佩佩的女侠形象 更为深入人心 那时 她已成为邵氏的头号女打星 还被媒体誉为武侠影后 一时风头无双 然而正当她红到发指 片酬赚得盆满钵满时 她突然宣布了吸引 这令喜欢她的影迷和立旁她的电影公司 都深感震惊 郑佩佩的人生 就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电影 而她1969年的决定 无疑是这部电影中最大的转折点 事业如日中天 郑佩佩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 嫁人 更在一年后 魏佳婷选择吸引 她嫁给了富商员文通 已退就失二十二年 这个决定让当时的影迷和业内人士大吃一惊 要知道 那时的郑佩佩 可是自首可热的武侠经典角色 有人说 这是爱情的力量 也有人说 这是郑佩佩对生活的另一种追求 23岁的郑佩佩放下光环 步入婚姻的殿堂 能在事业巅峰时做出这样的选择 这份勇气和决心 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婚后的郑佩佩 过上了看似平静的家庭生活 她先后八次怀孕四次流产 共生育了三女异子 成为了一位全职太太 从万众瞩目的演人 到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 这种角色的转换 不是那么容易适应的 二十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但对于一个 曾经吃在影坛的女演人来说 这二十年无疑是漫长的 在这二十年里 影坛风云变幻 新人辈出 而郑佩佩 则在家庭的小天地里 演绎着另一种人生 生活总是充满了意外 在所有人以为 郑佩佩会这样平静地 度过于生时 命运再次给她开了一个玩笑 1989年 婚姻的破裂 让郑佩佩一度陷入低谷 二十年的婚姻生活 说善就善 郑佩佩近身出户 仿佛一夜之间 又回到了二十年前 此刻的她 以悄然吞去西域的光环 转身成为一位 坚强地抚养着 四位孩子的单亲母亲 面对生活给予的沉重打击 这样的境遇 足以让许多人 陷入绝望的深渊 郑佩佩却展现出了 非凡的任性与勇气 她没有选择沉沦于逆境之中 而是以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勇敢地承担起了 作为母亲的责任 在师傅的建议下 1992年 她选择重返影坛 这一决定 不仅是为了生计 更是对自我的一种 重新认识和肯定 1993年 她在唐博呼点秋香中 饰演花夫人 与周星驰的合作 让人印象深刻 2001年 她在卧虎长龙中 饰演碧眼狐狸 更是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配角 这些成就 无不证明了 她的演技和魅力 并未因岁月流失而减腿 可岁月不饶人 并没一直缠绕着她 早年误打戏的伤痛 也在她的身上留下了痕迹 游涛曾在节目透露 佩妈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 需要参扶着 但没想到二号来得如此之快 四个孩子 也突然就失去了自己的母亲 据曹可凡说 郑佩佩其实最近几年身体状况 一直不太良好 但她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都会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努力维持着 自己积极向上的乐观形象 原来在2019年 郑佩佩就已经被诊断出 患有神经退行性 非典型帕金森综合针 这是一种罕见病 症状与帕金森病相似 经治疗无法减缓病情发展 最终她选择离开后捐赠大脑 用于医学研究 也就在这段时间内 郑佩佩还是出演众多影片 比如在纽约时分 童童的风铃密室 花木兰 唐博呼点秋香2019等等 郑佩佩的离去 不仅仅是一个演员的羡慕 更是一个时代的落幕 她的一生 经历了辉煌 沉寂 重生 最后归于平静 多位知名演员和导演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悼念 影迷们纷纷回顾她的经典作品 这些都证明了她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正如郑佩佩对刘涛的寄语 岂能尽如人意 但求不愧我心 她的一生 正是这句话的最佳写照 每一步都走得坦坦荡荡 无惧风雨 无愧于自我 这里是明星网视回忆录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的明星故事 记得点赞关注评论 不慎感谢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